首先我们要把豆腐皮先焯一下水 那么水开了以后把豆腐皮放下去 因为豆腐皮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些豆腥器 而且我们在销售运输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以拿一下 它也可以拿一下 我们通过用焯水的方式 把豆腥器去掉 给它杀杀菌 消消毒 我们在这个小凉拌里面 就可以安全的来使用它 那么我们在豆腐皮焯水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把蔬菜给它切一下 然后用刀轻轻的一刀切下去 这个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刀工 只要把它切成一厘米左右宽的条就可以了 把切好的松菜放进去 然后苦菊的口感它是比较多汁 比较爽脆的 而且这个心的部位 它是一个淡淡的黄色 就是比较的清新的感觉 我们在吃到它的时候 它这个口里会有一点点淡淡的苦味 比较有利于我们的食欲的增加 好了 我们的紫甘蓝 给它切一小片 那么紫甘蓝的颜色 非常的好看 这是因为它富含花青素 紫甘蓝也给它切成丝 因为紫甘蓝卷的都比较的紧实 那么我们把它拧一下 左拧右拧 然后它自然就会散开 那么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就不是说把一大片的紫甘蓝放在一起 好 我们也把它放到沙拉碗当中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锅里的豆腐皮呢 也基本上焯好水了 我们也把它切成大约5毫米宽的条 那么豆皮切好之后呢 我们同样的也要把它抖散一下 轻轻的把它滑一下 然后呢抖一下 它就散开了 非常的简单 我们把这个豆皮呢 也放到我们的沙拉碗当中 看颜色是不是很漂亮 那么我们位置的调拌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我们要用到一点辣椒酱 一般呢我们超市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辣椒酱都可以 然后呢我们再放一点小红椒 小米椒下去 辣椒当中呢 它的VC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特别适合于我们在减脂餐当中呢 来使用它 然后呢就是醋 我们呢加点老陈醋 那么咸味来自于哪里呢 咸味来自于生抽 生抽的量呢也不需要太多 大约也就是10毫升左右的一个量 然后呢 醋的量呢 大约在30毫升左右 稍微的多一点 因为它的醋呢 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的简粒 简脂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调料呢 给它调拌均匀 倒到我们的沙拉碗当中 紧接着呢 就是把它拌匀就可以了 拌的时候呢 我们要从底部挑起 然后呢轻轻的抖散 因为我们这些食材呢 都是比较的轻 而且呢 都是以丝状的形式来存在的 所以我们在这抖散的过程当中呢 也就是它味道拌匀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很好看 红的 绿的 黄的 那我们在装盘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小的窍门 如何让它更好看呢 先打一个底 然后呢 再在这个底上面给它起一个膏 让它呢 越来越高 有一个塔尖的感觉 好吧 完顺 这样的一道简脂小凉拌 非常适合大家 在晚餐来这么一份 好了